我的头发怎么样 挺好的 这个放后面好还是放前面好 就这样的先 Hello 大家好 我是Rain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欢迎来到我的家 今天想跟大家做的一期视频 是我其实在心里已经画了很久的 以及质感家居好物分享的视频 大家也知道 自从我们搬进这个家之后 就不停地在家里添置一些好物 其实我也不乏一些单品 是属于单价比较高的 然后也需要一些时间去认证 他们到底好不好用的 所以在这个系列的视频里 我会跟大家逐一分享 我家购入的一些好物 主要其实就是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们的使用感受 用下来觉得值不值得之类的 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一共准备了五样单品 都是我们基本上用下来 最短也有一个月 然后最长有超过两年的东西 都是我们用下来 觉得使用感非常不错的 所以想在这个视频里面 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然后今天也是要感谢 一下我们的camelman 很久我们都没有配合过了 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可以这样 好吧 对 那大家看到 之所以我以我家的这个厨房 我一开始是因为第一件好物 其实就在我的身边 最近天制的一台 颜值好物吧 我觉得是 这是我家的云青扫拖液体机 最开始看到的时候 就很种草了 然后再适用下来这一个月 都觉得使用感受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家是个开放式厨房 它跟这个客厅 也是直接五分对接的 基本上就是客厅到厨房 它都能够很短距离的 就能扫到 首先先说它这个扫地功能 吸得非常的干净 而且我最喜欢它的一点 就是它是有那个智能手机APP 跟接的 所以不管你在何时何地 你在床上躺着 然后你在外面 你都可以在手机上面 让它扫地 我觉得扫地功能本身 就不用怎么测评 就做得蛮好的 而且我还蛮喜欢它一点 就是它这个扫地旋转的地方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口 其实过去我们用那种 滚轮的扫地机 是很久了 就会发现 如果女孩子头发比较长的话 或者是如果你家里有 就是比较长毛的宠物的话 你基本上要定期去清洁 缠液在滚轮上的头发 要不然它就会卡住 它中间这个吸口 做的是一个比较强劲的吸口 它基本上不太会缠头发 然后基本上我们用的这个月 好像也没有说 因为它里面缠住头发 要让它停下来 然后重新清洁 这是它的扫地模组 我觉得比较可宣可点的地方 它是可以单独这样拆下来的 非常容易 这个扫地模块和拖地模块 设计都是磁吸的 在取的时候你不用抠 其实你就是轻轻这样挂上去 或者这样轻轻的这样 取下来就行了 是很smooth的一个设计感 这是它的扫地模块 我们可以让它回家 Returning home The robot is in the base station Please press the start button to vacuum 扫地方面呢 还有另外就是 它有一个扫描地图的功能 因为它可以直接跟手机联 所以当你启动了这个功能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环视你家 在你的手机上 会画出你家的地图 就能够更好的去规划 它该怎么扫 能让它效率最大化 以及让它清洁功能最大化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来说说最关心的 这个托地的功能 不知道大家之前 有没有看过它家的小广告 其实这也是最开始 最吸引我们的点 云津应该算是 就是市面上第一款设计出来 可以自动洗脱布的托地机 这两个水箱呢 一个呢是clean water 干净水箱 一个是waste water 就是污水箱 它整个的就是拿水箱啊 灌水操入的过程 都是很smooth 然后感觉设计非常合理 那么呢 为了拍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已经准备好 我们家的案发现场了 大家可以欣赏一下 这是我家厨房的地面 非常非常真实了 脏不气溜的 对吧 脏不气溜的 先按一下这个开始 因为已经扫描过地图了 所以它的路径是很清晰的 不会说它运动过程当中 还要继续在乱撞啊 乱去实验 脱困能力比较强 就是这个地垫 我们看我们挺厚的 当然它是一个小斜坡 但是那么厚地垫 它就可以随便的就可以上 它是激光导航 然后有一些的是视觉导航 然后视觉导航 路径规划雨比较的混乱 并且扫地时间 可能会更长 激光导航 其实是视觉导航是最快的 嗯 我觉得这个机器 有一点点遗憾的地方 就是它没办法自己换脱布 当然可能是我要求太高啊 但是它这个脱布呢 它也是这种磁吸的 所以它换起来 其实非常的简单 轻的这样子 把它一扣扣下来 轻轻扣上去 当你把两个脱把都放上去之后 它就自动地转成这个拖地功能 开始摸摸 脱布的运动呢 是360度旋转的一个运动 而且它会给一个向下 持牛的能力 这个是云金官方设计 去模仿人手 在擦地的一个力度 我觉得是比我自己 用手擦地要干净了 就是同样的时间 它可能 因为它是这样 一直高速的旋转 它就是能够更快地 把这个污点给擦掉 其实每次拖完一定的区域大小之后 它就会自动感受到 这个拖布应该脏了 它就会自己回来清洗的 机子到了那一天 正好我们家的地 好久都没有拖过了 哇 那拖完的地板 真的是焕然一新 就感觉所有的成年老购啊 那些油点啊 擦得干干净净的 哇 啊 真的没了 真的没了 快点 所以这个就是想跟大家介绍的 第一个好物 就是这个云晶的 扫脱一体机器人 我们用下来呢 觉得就是 非常棒 又快速又高效 然后又智能 现在呢 它也开通了北美的官网 而且现在年底嘛 到了正代季 它们也会有很好的活动 如果要是有感兴趣的朋友 也不要忘记 就是趁这个年底 打折的好时候 可以入手这一台扫地机了 在此也是非常非常谢谢云晶 送给我们这台机器 以及对本视频的赞助 好了OK 现在大家来到我们的睡房 下一个要跟大家推荐的东西呢 在睡房里面 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们已经睡了两年多的一个床垫 平常真的没有别的视频 可以推荐这个东西了 所以 Here we go 这个床垫呢 是我们在19年的时候买的 然后它是一个 不能算是记忆棉吧 它的名字叫做 英国科技什么什么床垫 现在如果大家这几年买床垫的话 你们都会发现 就是跟我们小时候的印象不同 当时最高级的床垫 叫记忆棉 我妈选床垫的时候 还在那里纠结 说是选弹簧床垫呢 还是选记忆棉床垫 所以这个床垫 算是我自己真正意义上 第一次买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床垫 然后它的牌子呢 叫做SIMBA 我们是在Sleep Country开了的买的 就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 就是卖床垫的一个连锁店 说床垫之前啊 想先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床垫用品 我觉得也特别好 如果要是在加拿大的朋友 很推荐大家 就是去买这一套床垫用品 就这个一个连锁的商场吧 叫做Linen Chest 竹纤维的背套和枕套 超级超级的舒服 然后它最主要的是 它特别的丝滑 就是它特别特别的轻浮 睡起来超级的舒服 哈喽大家 Black Friday打折 因为去年买的那一套 我太好睡了 我又买了一套 我现在换这套新的 超级滑 感受一下 这种软软的 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床垫 撩开一层 再撩开一层 那就是这个牌子 叫做Semba 它不算非常薄 但是也不算特别厚 算是一个这种中等 我觉得很合适的一个高度 它是有六层不同的海绵 然后弹簧 然后以及一些 线织针织面料组成的 首先它最上层呢 是一个天丝针织的面料 是按下去的时候 它会有一定的那种 回弹支撑的感觉 第二层的官方叫做舒适层 它是由这个4D恒温悬浮胶组成的 其实当时在买这个床垫的时候 我并没有做这么详细的功课 这也是这两天我做了功课 然后找到它中文介绍 发现面料每个都有不同的名字 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功能 然后第三层呢 是它的中层Aero Koi 独立带妆锥形弹簧 就是它家主要卖点的一个支撑面料 就是说你睡的时候 就是如果旁边的人轻微的这样翻身 或者说它就动一下 左边的人是完全感觉不到的 腰的支撑脖子支撑我觉得挺好的 稍稍硬不是特别软 对颈椎不好的人其实挺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床垫整体来说 就是睡起来有一定的支撑感 但是整体来说又很软 就属于那种你坐上来或者你睡上来 你会觉得好舒服 又不觉得整个人陷下去 然后第四层是它家的叫高密度透气海绵 最下面两层是它家的支撑层 所以总体这六层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如果大家想看它官方是怎么介绍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它的官网 其实搬进来之后第一件家具 应该买就是床 对吧 我们当时应该第一件 就是搬进来买的第一件就是床 睡眠对于人的居家体验来说 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睡得香了睡得好啊 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更好 精力也会变得更好 它会一直的给你的生活增加满足感的东西 所以说这是第二个被大家推荐的 我们家的窗点 嗨 又回到厨房了 Who is ready to have a coffee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东西呢 就是三个月前入手的一个 一直藏着掩着没有跟大家分享 今天终于憋不住了 想要介绍给你们的 我的雀巢的新咖啡机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我在17年的时候 当时是第一次买了一台雀巢的咖啡机 这个呢就是我的老款的雀巢咖啡机 型号的叫做Pixi Titanium 当时买的时候是一个 它的比入门档要稍微高级一点 因为它外观这里是不锈钢的 记得当时买了这款咖啡机之后 就跟大家讲过 就是其实没有必要买它 最贵的 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这个高压水流 然后通过胶囊 然后来打出咖啡油脂来出咖啡 对于如果你不是对要打奶泡的需求 特别强烈 比较喜欢喝那种意识浓缩 或者就是纯美式 我觉得这个Pixi Titanium 就已经足够用了 不管是它快速的预热呀 出水呀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水箱 对于我来说 我基本上要是装满了 能让我喝三四天 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我换这个新的机子 这个机器呢 它是一个带奶泡功能的 一个Nespresso machine 之前呢在我用这台机器的时候 其实一直 我旁边都会放一个打奶泡机 每次打完之后 底下都会形成一层那种奶垢 用水冲不掉的 你要专门拿一个那种白结布去擦它 看到这个机器上市的时候 我就很种草 觉得哇 因为它是自带一个打奶泡功能的 它每一个部件都是可以拆开来 单独清洗的 而且它是用一个这种抽压 然后呢出奶泡的方式 所以奶泡出来呢 是很顺的 也不会在机子里面残留 但是你用完之后 就不会解奶垢 然后你基本上用水 清水冲一冲 就可以冲得很干净了 就这个带打奶泡的功能 就比我之前那种 分两步式去打奶泡 做咖啡 要容易很多 所以呢终于 那今年夏天的时候呢 就决定说 更新换代 换了一台这个新的机子 整个机身都是白色的 配着这个银色的金属配件 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 除了有小杯浓缩意识 和大杯咖啡之外 上面还添加了一个牛奶咖啡的功能 奶箱上面呢 是有几个刻度线的 标志着 可以用它做出什么样子的咖啡 最上面的刻度线呢 是用来做拿铁的 下面这个刻度线呢 是用来做卡布奇诺 这个我记得是 Espresso Macchiato 马其朵咖啡 按这个机器 有一个比较智能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这个奶缸里面 是没有奶的 就只会有两个按钮会准备 然后只有注入了奶之后 你才可以按最上面这个键 就才会解释到 哦有牛奶 它才会去预热至上面这个功能 个人感觉是还蛮科技化的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平常是怎么做的 牛奶咖啡 牛奶拿铁的 哦对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的咖啡杯柜 不要拍上面这个地方 比较凌乱 我就拍下面这个就可以了 那我就用一下 我最近最喜欢的杯子 放进去 好 OK Cheers 非常的纯香 我觉得奶泡质量打的是还挺不错的 其实我之前有在小红书上面有看 就有人教说 可以就是先把奶泡打完之后 把奶泡放在一边 然后自己在手动把奶泡 就淋在咖啡上面 还可以拉出花 最近正在试那个拉花 最近今天早上试了一次 花没有拉出来 但是确实还挺有效果的 就比起就是用它这个一体式这样子 来会好看一些 我觉得这个机子 这个招待客人的观赏度就更高了 by the way 我自己呢 还有买一些这种 专门可以放在咖啡啊 甜品里面的这个serum 无脂肪的焦糖糖浆 诶 这样子就变成了一杯焦糖拿铁了 天呐 我好像成功了 Peter 你快过来看 哇 有点感觉吧 生蛋树吗 嗯 不是 这是个 嗯 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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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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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来说如果我要给它打分的话呢 我觉得10分可以给它打个9分 扣掉那一分就是我觉得它的价格稍微有一点点贵 对于这种胶囊咖啡机来说啊 因为毕竟胶囊咖啡机嘛 对吧 但是只要做出好喝的咖啡就是好的咖啡机非常的开心 继续跟大家介绍一个厨房里的好路 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里面的唯一一个单价没有那么贵的一个产品 但是它的网上的名声真的很大 而且自从我三个月之前买了就不停的收到大家的评论 瑞妮呀你买了一个网红锅到底好不好用啊 先给不知道的朋友们做个介绍哈 这个网红锅呢应该算是这两年在YouTube和Instagram上面最火的一款锅了 我可以这么说吧 只要你关注一个生活类的博主 她是做vlog的或者做美食类节目分享的 只有八九都入手的这一款锅 那我买的这个颜色呢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这个低饱和度的赤桃色 锅上面还有很多别的颜色 还有那种比较有质感的 那种米色啊 然后甚至是比较适合男生用的黑色啊 磨砂黑 这锅里面呢它自带了一些配件 其中呢就包括这个非常非常方便 很适合健身人士使用的这个steam basket 蒸蓝 我记得我当时刚买的时候 那时候每天都去健身 然后呢每天都在做健身餐 这个steam basket特别好用 因为它里面你就直接可以把那些什么 西兰花呀胡萝卜放在里面 就是做那个蒸菜 而且我当时买的时候那个饮正蒸菜也很火嘛 就是直接蒸 然后上撒点酱就吃 所以我记得最爱我买的头两个月 这个用的也很频繁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个锅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买它的配件 你们肯定会说 哎这不就是蒸包子蒸笼吗 剃笼 没错 这就是剃笼 我现在真的觉得这些新兴创业者很会做生意啊 这个笼屉呢 它设计是专门适合这个锅的尺寸 可以完美的place 就是放在这个锅上面 既可以炒菜 也可以蒸菜 包子 馒头 饺子 都可以蒸 而且你知道吗 就当你把这个蒸笼放在上面 然后盖上盖子 它整个颜值看着很高 然后它那个气量蒸腾的时候 都有一种幸福感 首先这个锅我觉得设计的好的地方 第一它非常非常轻 直径也够大 不仅是对于独居的女生来说够用 我觉得对于一个两到三口之价 就做一些日常的菜 我觉得这个大小是够用的 然后其次呢手柄设计的是橡胶手柄 所以它手柄拿起来说不会烫 旁边这里也有设计一个手柄 但这个手柄是金属的 所以它会有点热 所以在你倒的时候你要小心 像我一般如果它加热的话 我都会拿一个什么抹布之类的 好像垫着这样子 两边对我设计一个这个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叫大家 小嘴儿 可以方便你去倒出来的这个小漏斗 我们有在特殊的保护它吗 有啊你手洗 哦呀 我基本上就是每次用完之后 我都说我要手洗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锅 我确实很喜欢嘛 我就想说延长它的使用时间 所以我基本都在手洗 就除了底这个地方 还有不锈钢的地方 已经有点印则了之外 其实它里面还是挺干净的 我觉得我保护的还挺好的 它涂层没有任何坏的地方 然后收纳也很容易 然后洗起来也很容易 然后颜色也好看 颜值也高 走上色素 那我很推荐这个锅 我觉得它很值得买 这个锅当时来的时候 还送了一个这个炒菜铲 它是可以直接 嵌在这个锅饼上面的 这个就极大地解决了 炒菜的时候想盖上锅盖 又不知道把锅铲 放哪里的一个烦恼 这个锅要不要 我的人家卖得好呢 你想不到的那些可以简化的麻烦步骤 都给你简化了 It's really useful guys Really useful 好了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家最大的一个 嗯 放山最大了吧 最贵的一个大街 就要你们看到这边墙 白白的 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 当我们 按一下这个按钮 这边墙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电视 这是 我家的摆寸电视 我家的摆寸电视 之前在Vlog里面出现过很多次 然后有很多朋友都问 Audrey你家电视是什么 你家投影是什么 不好意思一下 因为你们看我家这个电视柜 我们家没有电视柜 我们已经定了 但是那个电视柜还没有寄到 还在路上 而且这两年嘛 就慢慢再给家里添置一些家具 我们的电视柜已经到了 开心 哈哈哈哈 这两年我们都是把这个投影放在这个一个小茶几上面来放的 这个投影呢不是我们在这边买的 是我们从国内人肉带过来的 它是蜂蜜的旗下的SIMA这个电视 我们买的时候是2019年 当时是在那个京东上面买的 我记得当时买的时候价格还挺贵的 将近有两万块钱 因为它这个机子本身好像是一万四 然后如果你要配它的一百寸 百寸巨木的话 就是要额外再加四千块钱 当时买的时候还挺犹豫的 因为我觉得哇这么贵电视搞什么 就不知道好不好 然后没见过 YT就执意说要买 花了一笔大钱 投了一个资 但是我们买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好用 就极大的提高了我们居家的体验 首先这个电视呢 它是支持85寸到150寸的巨幅画面的 同时呢投影最看重的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投射笔 一个是ANSI流明 那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那款吉米的 它是800的ANSI流明 而这款投影呢 它的ANSI有2200 一般来说流明越大 色彩反射会越好 就好像你们现在看的 就因为我们最近就是之前家里做装修嘛 把那个荧幕给拿上去了 就你们可以看到 现在哪怕没有那个荧幕 就只是让它投在白墙上 它都非常的清楚 其实这个就是它的ANSI流明高的一个体现 但你光线墙的情况下 光是投到白墙上 它都已经很清楚了 这也是为什么它是属于旗舰机型 非常的厉害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投影我们放得离墙特别近 其实这个就得益于它是一款超广 超短焦激光投影 它是一款超短焦的激光投影 因为它有0.23比1的投射比 一般投射比越低 就说明它的投影可以离屏幕越近 也说明它可以越节省空间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机子会 价格单价比较高的原因 那现在我把这个灯关一下 那关了灯之后就更清楚 然后最后呢出来这个投影 它搭载的是风靡系统 因为风靡是小米生态店的品牌 所以它的系统呢也是小米的这个电视系统 所有的国内的 你看包括儿童频道 然后精选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电视剧 电影 综艺 而且它这里面还有B站哦 你看这里还有极光小电视 这里还可以看B站 我说我没事 我无聊的时候 我还在上面搜一下我自己 我觉得如果在海外的朋友吧 如果大家跟我们一样 就是平常看中文电视比较多 用这个系统还是挺方便的 基本上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看 或是它还支持下载多种应用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下了唱吧 YouTube 所以说大家之前在Vlog看到 我经常就在客厅里面 做帕梅拉呀 做那个Chloe team 我都是直接打开这个YouTube做的 大家之前在Vlog 你们看到我们不是还K歌吗 我们家还能唱K 也是在这个应用商店里面 我们当时下了一个地方 新麦克专业卡拉OK 跟电视一起 从国内带回来的 这个小米纯麦的麦克风 有位朋友们都很爱来我的家 谁会来我的家还能唱K 说话 这一次搭载的是杜比音响 加上DTS双重音响认证 低音效果非常的好 刚刚的声音啊 就只是用这个投影仪发出来的 我觉得它的音响 比我们之前的电视都要好 你看它现在云淡中青的样子 其实脑子里是这么想的 尤其对你来说的这么重要 我辛辛苦苦给你做了点心 你连看都不看就放在里面 好吧那最后就说一下缺点吧 就第一呢下面我们还放了一个变压器的 因为它是我们从国内带回来的 不兼容110伏电压 而且风比它没有出海外版 所以说我们这两年 其实都是接了变压器在用它 确实也不方便 也不能说把它移到什么地方 插到电源就能用 然后其次呢 由于我们的地区是在海外 就算我们买了会员 还是有一些东西 热门的综艺啊电视剧 会因为版权原因 不能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播放 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有 一个呢就是你在安卓的那个应用商店里面 下载海外版的APP 比如说芒果APP啊 优酷APP 用APP的功能来看 或者是你有手机投屏 Chromecast 或者电脑投屏 把那个节目在你手机上播放 投在屏幕上看 那还有缺点就是 你这边不太好买到了 我们是人肉带回来的 而且这个机子重7公斤 7公斤 所以它真的像一块大砖头一样 所以对海外党来说 当然不能跟大家说想买就买 毕竟有点难买 然后非得人肉 但是对于国内的朋友来说 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 如果你家有一面墙 白白的不知道干嘛 那我觉得来一个这个百寸巨目 真的很像 好啦OK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这个视频 想跟大家分享的 五件高质感的家居好物 希望你们还喜欢这个视频 然后也希望我都 把它们的优缺点 都讲得比较清楚了 这个系列呢 也是我打算以后都定期 跟大家做更新的一个系列 不仅给大家做推荐 也给大家做一些优缺点的测评 帮助你们更好去参考 不妨给我留下一条评论 说一说你的看法 也可以跟我分享 你家买到的 你觉得很值得推荐的质感好物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愿大家对我美好的一天啦 拜拜 刚才那个最开头又再说一下 为什么 角度不是很好看 所以先给你这 应该说就是说前半部分吧 你开始录了 一直在录着 你呢 这在这下个视频 你不要试试 我会对你 你不要试试 你会对你